本节我们一起来学习iSlide的综合应用 通过前两节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iSlide插件的基本功能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宝宝的话 或许有很多我们没有详细的功能 你都进行了尝试 虽说iSlide有那么多给力的功能 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制作PPT的效率 但对于大部分新手来说 由于自身水平的限制和对PPT功能的不熟 一旦遇到时间紧重不重的情况 就还是会忍不了使用PPT模板 因为在他们看来 PPT模板才是用最少时间做出最美丽效果的最佳选择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虽然在模宝上花3块9毛9就能买回一吨的PPT模板 但无脑套用之后 你做出来的PPT可能是这个模样 虽然拆开看 每页都还像那么回事 但要说风格统一 逻辑清晰 对不起 您这还差得远 与其去指望花3块9毛9 就能解决一辈子的PPT制作需求 我们还是先看看 iSlide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发挥强大作用的吧 只需三步 就能快速搞定一套风格统一 逻辑清晰的PPT 在正式开始PPT制作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文字稿进行一个结构化的梳理 这样做不但可以让我们的PPT逻辑更加清晰 而且在后续使用iSlide的过程中也会有所帮助 在本课的作业资料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整理后的文字稿 将来在自己的工作中 就需要你自行完成这部分的工作了 进入iSlide选项卡 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步工作 下载主题 点击iSlide工具栏中的主题库按钮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PPT主题 如果还不是付费会员 也可以将权限切换为免费 即便是免费也有7页近百套主题可以下载 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按分类类别进行筛选 找到自己喜欢的主题之后 按页面比例是4比3还是16比9 选择合适的比例进行下载 稍等片刻 iSlide就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PPT文档 不过除开后面的说明页 整个PPT文档其实只有4页内容 封面页 转场页 和结束页 那么目录页和内容页又该怎么解决呢 嗯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要进行的工作了 那就是插入图示 点击进入iSlide选项卡 使用工具栏中的图示库按钮 打开图示库窗口 和主题库一样 这里汇集了超多有用的图示 使用这些图示 来表达PPT中的逻辑关系 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的要求 逻辑清晰吗 为了让你的PPT做到这一点 iSlide可谓是煞费苦心 我们可以在上方的工具栏中 按照逻辑关系 要点数量 是否包含数据 以及图文样式不同 来对图示进行筛选 这样就能找到与你的PPT最贴合的图示了 以我们练习材料中的第一部分 第二大点 团队分工为例 通过最开始的结构化梳理 我们已经得知 这部分的内容 总共包含五个要点 点与点之间是并列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图示库中 选择列表分类 然后将要点数量选为5 数据选择不包含数据 这样分类之后 插件就会为我们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图示页 如果你还不是付费用户 也可以将权限设置为免费 将鼠标放在图示上方 插件会提示我们 如果单击左键 图示资源会插入到新幻灯片 而点击右键 则会在当前页插入 选中第三页 然后右键点击图示资源 图示就会插入到这页PPT中了 因为Islide对元素位置的严格把控 你会发现插入的图示资源 刚好能放在标题的下方 占据页面的主体位置 通过这样的组合 各种类型的正文页 也就可以被毫不费力地制作出来了 不过 如果你选择了带有图片的图示类型 下载下来的图示 图片位置只是一个形状 我们还需要根据PPT的具体内容 使用图片库功能 进行一下替换 比如这一套PPT的主题是海滩 那我们将其替换为一张海水的图片 就比较适合 完成这些操作之后 数必要的标题和正文文字 内容页部分就制作好了 最后是目录页与专场页的制作 在iSlide中 目录页也被认为是一种图示 直接在图示库中分类下方 找到目录分类 挑选合适的目录类型插住即可 唯一的区别是目录页需要单独乘页 因此在下载图示时 不是点击右键 而是选中封面页 点击左键下载目录图示 这样就会在封面的下一页 生成我们的目录 另外在默认的主题模板中 转场页只有第一张 我们可以手动复制 修改数字及章节名称 制作出后续章节的转场页来 例如第二张 第三张 如果发现在页面中无法修改 则说明该转场页使用了模板板式 进入模板视图 对板式进行修改 然后回到普通页面重新套用即可 完成了下载主题和插入图示的工作 其实一套PPT已经成型 这第三步修改配色的工作 可以作为一个附加环节 使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 点击iSlide的色彩库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色彩搭配方案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选择你想要设置的方案 直接点击应用即可 左侧的按钮是应用到所有环的边 而右侧的单数名号按钮 则指应用到所选页面 为了保证整套PPT的分割统一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选用 应用到全部页面 在iSlide的色彩库中 搜罗了许多公司的企业色方案 例如当前这个PPT是为华为公司做的 那我们就可以搜索华为 使用华为公司的官方色系 点击全部应用 可以看到PPT的配色就会变成华为公司的企业色方案了 当然这只是举例 如果你不打算更换模板中的这些装饰性的图片 那最好也不要更改模板的配色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PPT主题与颜色的统一和和谐 本节总结 知识点1 在正式制作PPT前 一定要养成习惯 对文字材料进行结构化梳理 使用iSlide插件的主题库功能 可以一键搞定PPT的封面页和结束页 奠定整个PPT的分割基础 知识点2 插入图示时 需要根据材料中的逻辑关系 要点数量来选择合适的图示模板 完成内容页的制作后 还需手动完成目录页和转场页的制作 知识点3 iSlide的色彩库中 包含有各种分类的色彩方案 直接点击 就可以应用到全部页面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起跑线上就领先 我是Jesse老师 很高兴能陪你学完 Office三合一高校办公 从新手到高手系列课程 PPT片的所有内容 见证了你的努力 也看到了你的成长 这份页的含图示 我们看好了 第2个 我们看了